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他主张两岸在和平情况下逐渐深化 扩大交流 马英九认为我们不排斥统一 但国家的统一也以和平方式推行 要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任岸和解 合作必须循序渐进 如此才能水到渠成 哦 明白了 原来马英九不排斥统一的意思就是 台湾要统一要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而且两岸和解 合作必须循序渐进 然后才能水到渠成 哎呀 说来说去 不是又回到了现在不统一 要先进行和解 合作 慢慢再说直白说 马英九这又是忽悠的新招而已 其根本目的就是希望中共对国民党进行支持 支持国民党2019年的竞选 仔细一想 其实这和最近国民党政要们 一个接一个到大陆的目的是一样的吗 但是 这次如果国民党不拿出一些真正的措施 特别是两岸关系的突破性措施 以吸引全民 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共的大力支持 而没有中共的大力支持 国民党连挑战蔡英文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 现在看 国民党这些老油条们都在打入一算盘 哪有什么突破的意思 所以 依靠国民党高统一 那真的是太靠不住了 与其耗费太多资源 让国民党这些无能之备上台浪费时间 不如顺其自然 择机武统划算和高效 至于国民党 要想获得大陆支持 那就拿出诚意 真的在统一上拿出自己的主张 和蔡英文此刻一把 这才像个样子 然而 国民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种机会太渺茫了 来看今天的热门话题 这个国家跟着美国暗算中国 如今到大美全国崩盘 接受中国三十年 人数繁荣至今的中国 一场深境投靠美国背弃中国 如今全国动乱 面临崩溃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 英和投美系中 你可以点阅读原文 加入军迷交流群 军迷朋友三群里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อej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 spreadsh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